农村到处是野草,发现价值就是宝,朋友们大家好,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绿仙草 在本草正义中,记载它的臭味如实,因此古人还有猪高母之别称 它源于菊科植物西线的全草,喜欢植物类视频的朋友们,欢迎点赞转发,收藏和关注 谢谢支持,绿仙草别名西线草,沾湖草,山仓子,大叶草,猪高草,棉仓廊等 是被子植物门双子叶植物钢,菊科西线鼠,一年生草本植物,形态特征,绿仙草精直立 分支鞋生,上部的分支长成负二旗状,全部分支被灰白色短绒毛,继部叶花期枯萎 中部叶三角状软圆圆形,头状花絮径15-20毫米,多数居生于枝端 排列成巨叶的圆锥花絮,花为黄色,树果道软圆形,顶端有灰褐色环状突起,花期4-9月,我期6-11月 生长环境,绿仙草适应性强,其温暖,湿润环境,在富含腐植制的肥沃粘土 和沙质粮土中生长较好,长生于山野,荒地,灌丛,路边等主要价值 绿仙草在网上浸燃,卖到了十几元一斤,有些地区也有种植它,给人们带来了经济价值 绿仙草主要含西仙糖代,西仙金纯,豆灾纯,西仙贴内质等,因此还可以作为药用 在很多古代医书中,都记载了它的药用价值,以地上部分入药,下秋季采收,除去杂质 迄今切断,甘造后使用,因其有小毒,生用或大剂量依致呕吐,孤不易过量 仅遵医主使用,以夜多色律,花位开放,无杂质者最好,它的具体药用功效 我们还是留给懂医药的朋友们,在评论里留言补充,谢谢朋友们关注与支持